我現在把這個藍綠幕的影片找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你怎麼樣放進來 比如說你看這個對不對 我先加個雲霧的進來給你看好了 雲霧的應該是在看哪裡 這裡沒有看到 重整一下 我找到了 那我現在就把它丟過來這裡 這個是雲霧的所以我把它丟進來 好那你丟進來之後 它是不是卡在上面 對不對有綠幕 當然大小你可以自己調整 那左手邊這個呢 你看到這裡有沒有就是眼睛嘛 按著它可不可以調整上下順序 可以可以 好那我現在呢 這個如果我這樣直接出來了 我先把它拉大一點 這樣子你只要在這個圖片上 或者是這個素材圖層上按右鍵 有沒有叫濾鏡 按一下 那麼你找下面的 因為我們不是要調整那個音訊或影像 是做特效 好做特效 所以你找下面這個 有沒有叫色度鍵 但是有一個你容易混淆的 叫做色彩鍵 好其實使用上不一樣 好不一樣 它是調顏色的 那這是色度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地方按一下 它要問你要什麼名稱 你可以照預設子 沒關係 進來之後有沒有就是綠幕了 對不對 綠幕 那你一定會說奇怪 老師怎麼不見了 哈哈哈 有沒有 因為啊 它是影片對不對 所以來看一下 你可以點兩下或按右鍵 回到屬性這裡來 剛剛其實一進來叫進來 會是這樣子 因為呢 影片預設怎麼樣 有沒有循環 沒有循環喔 所以它播一次之後就沒了 這樣了解嗎 播一次就沒了 如果你希望它不斷的出現 你就把循環勾起來 然後確定 那因為那陣煙 要一點點時間才會出現 哈哈哈 有來了哦 風吹來的有看哦 這樣了解嗎 這樣 你知道拍片現場 不用有人 燒稻草了吧 哎 現在拍片都是這樣子啊 這種東西後製就好了 不要把現場演員 導演工作人員 弄得七雲八素的 啊不 噗噗噗噗 導演的導演說重來 哈哈哈 對不對 所以你們沒有看過海角七號 海角七號也是像這樣子啊 對啊 那個幕後花絮等一下有空在給各位看 哈哈哈 就是像這樣子 那你現在看到稍微delay 有點那個什麼 就是馬賽克 為什麼 我剛剛是把它放大了 因為這個已經是跟點證圖一樣 放大了之後就會有馬賽克 這樣了解嗎 好 好那其他的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 你如果從這邊來 你就告訴他你的是什麼 媒體 確定 有沒有發現用這種 比較囉嗦對不對 但是是讓你看到比較多啦 所以你從這邊下載 剛剛有沒有這個 如果你用的不是就是這種視訊的 我用這個影片同學的影片進來 一樣把循環勾起來 把循環勾起來按確定 兩個就在這裡了對不對 好那一樣按右鍵濾鏡 從這裡加進來 色度鍵 可是因為這一次背景是什麼顏色 藍色的喔 所以我們其實在 攝影棚裡面 就是說這種拍片裡面 拿來做去背的主要就這兩種顏色 綠色跟什麼 藍色 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不挑紅色啊 不是比較喜氣嗎 要挑個白色啦 好像比較好去背啊 因為這兩種顏色 我們人身上比較沒有 所以這兩種種顏色 適合拍人 你如果是網拍那種有沒有 賣什麼東西啊 不僅一定要用這兩種顏色 瞭解吧 看商品性質 可是拍人的部分喔 就是藍色或綠色 啊有沒有人要團購的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你一個多少錢 給你拆看看 喔這樣很可怕對不對 太多 這樣有沒有回來 回來了 不要忘記後面就會馬上變了有沒有 馬上變了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再看一下 記得由上而下 這三個 調整一下 有沒有 這樣比較沒有半透明 好 顏色比較接近 OK 請問這樣還可接受嗎 這樣子好了對不對 好 好了之後其實你看到 我們剛剛那段欄目 其實有一點點不OK的地方 雖然這邊都去的OK 可是你看有些地方 你看這裡有沒有發現有這種情景 知道為什麼吧 因為欄目沒有滿板 所以 可不可以裁切一下 可以喔 我把這個先關掉 你先看我的這個視訊好了 我這邊先停一下 如果你希望同一個東西 你希望能夠 像這樣 不同裝置 不同軟體要同時使用的話 理論上就是一個裝置 只能一個軟體使用 同時 同時 你不能說我現在這個打開了 他在用 然後另外一台要用 不行 我們視訊都是這樣子 那 所以我剛剛這裡有勾一個東西 不顯示的時候停用 有沒有 我這個要手動勾才有 就是我只要把 他的左手邊這個 眼睛 你看我現在是不是關掉了 所以我已經關掉了 所以那邊另外一個 網路攝影機的程式 就可以抓到他 這樣了解喔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動作 他就變成 他會被占用 他抓不到 好 那 我在這邊 我用我的給你看 好 因為我現在被擋住了 好 眼睛打開 這樣是不是出來了 那 我現在是因為 來你看 我如果把我的綠幕叫進來 我的綠幕叫進來 差點 不夠遠 這裡 這樣靠近一點好了 假設我這樣子 請問 這裡 是不是空的 怎麼辦 我可不可以偷偷 裁切一下 如果真的不得已 你拍起來會這樣的話 你了解我意思嗎 我偷偷按一個快速鍵喔 這樣是不是就裁切掉了 而且你稍微注意一下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 我剛剛有裁切的那兩個邊 顏色跟原本的邊 顏色不一樣 他讓你知道說 那你有裁切過 我剛剛是按哪一個快速鍵 我會唸這個 請問這個怎麼唸 不要唸AUTO 好多同學都給我唸AUTO AUTER A-L-T-E-R 改變的意思嘛 所以你按住它 本來我們如果你沒有按住的話 是整個調整我們四川大小有沒有 可是我按住就等同我要做什麼 裁切有沒有 有沒有恢復原來的 所以如果說你 我發現我的藍木、綠木 剛好沒有辦法滿板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這個快速鍵按著拖曳 這樣比較快啦 因為你要去找選單 老實講比較麻煩一點 這樣有了解的 好 那就給各位玩玩看哦 好